喂大家好我是大師 希望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接著追蹤IG FB QQ Bilibili還有Discord 好今天在 1月5號 天地節優神在領的微信官方 有公告一個 消息齁 五位英靈解鎖神兵 他手上的劍終於實裝 該不會是冰靈吧 好我們這次要看一下這一波的 神兵技能有哪些英靈吧 好果然是冰靈 然後在後面的4位角色是 古倫德丹音幻境榮妖朱環齁 欸朱環也有 好那比你的部分 看一下應該要很強吧 心魂解伏 發動在行動時驅喪自身的 1到5個有害狀態 且不降低自身的有益 有益狀態的持續時間 哦 感覺好像還還好 最主要是驅喪自身的有害狀態 呃 點多就是他的他的被他 比你被降攻 被降攻的話 如果在行動就是把 降攻的debuff給拿掉 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好他也是古倫德部分齁 聖徒至諾 遭受攻擊後獲得訓解的狀態齁 然後如果受到傷害的時候不是暴擊 哦這獲得聖盾 哦 聖盾的話是物防法防提升2到6%齁 最高可以給他三層 不可去上 然後對戰中如果受到暴擊之後才消除 哦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兩 如果得到聖盾之後沒有被暴擊 你還有第二個回合可以用 哦好像蠻不錯的 好 保護隊友 控制近可控制敵人 神秘技能可以使他長時間保持訓解狀態 對因為如果遭受攻擊就獲得訓解了 我覺得還不錯 以古倫德來說我覺得蠻不錯的 好再來 丹陰齁 丹陰的話是 拒魂化形 場上累積有三個角色死亡之後 ok跟那個夏侯儀的概念是一樣的齁 那回合開始的時候自身附近 哦 自身附近開始召喚一個 旁 鬼 哎 不是龐野哦 這是另外一個嗎 好不管反正就是另外一個 活屍之類的齁 然後 這個 龐鬼的氣血 既成屬性 呃 召喚著最大氣血的110%到150% 其實屬性是80%到100% 那這樣子 哦這邊要講 龐鬼的跟鬼迫失望的長得一模一樣哦 哦 這召喚多大隻啊 而且好 而且還有天賦哦 哇 那原本的那個屍鬼不是 也可以召喚嗎 所以是可以召喚兩隻 我來看一下哦 這個 做法挪威自身法攻的128 加在物攻上面齁 法防的58加在物防上面 哇 這是最大的特色 反正是丹音耶 反正是丹音耶 天著地動 對方的內容所有的敵人到0.5倍的傷害齁 擊退目標兩格 如果擊退路線被阻擋 則是要封賣齁 OK 王力爪席 攻擊當的敵人到1.5倍 哇靠 蠻強的內 呃 戰後在目標兩個列 這場魔獄地形 魔獄這個地形 大家如果打最近的活動的刀疤 的那一關齁 應該是指那個 應該是那個 那個吧 那個叫魔獄 因為行動結束之後 會增加一個debuff 很討厭 然後被動是魔化外皮 物傷免傷 物理免傷30% 呃 因為之前大音 呃 大音在戰場上面的影響力 呃 老實說明到很大 主要就是加加防禦 呃 神瑞等等的 放一下招式 一點點招式 然後因為這邊有一個神明技能 增加這個召喚物齁 然後 可以 呃 新的召喚物 龐鬼 那累積長 累積死亡超過3名齁 那龐鬼就會在下一回合開始時被大音召喚出來齁 那當然啦 你還是要累積上面角色 那就是可以 利用召喚物的方式齁 像劍魂啊 呃 那個 死鬼等等的 就是那個 大音不是召喚一個 一個小兵嗎 那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好 再來是幻境榮妖 不過這個如果召喚出來真的蠻不錯的 大音這個部分 我覺得蠻不錯的 好 再來是幻境榮妖 好 這個什麼 之魂換血 傷害提高7到15%齁 然後如果攜帶吸魂索命的狀態的時候 集中結束的時候 有60%到100%對三格內有方式這樣預魔 呃 好像還好 當然啦 傷害有提高沒有錯 但是 沒有像丹音這麼亮眼齁 哈哈 好 不過這總比沒有好 可是如果優先順序的話 單一一定是 先優先念的吧 好 再來是珠環 珠環的技能是 藍眼不滅 先爛還是念藍啊 好 這個就是念爛 爛眼不滅 範圍傷害提高8到20% 我蠻多的 這到後面是20% 主動使用絕血之後呢 有60%到100% 對三格內施加火羽齁 然後 有 有幫施加火羽 那 火羽的話 是主動攻擊對戰後 對目標施加燃燒狀態啊 持續兩回合 還可以 還行啊 但是 一般有人會去練祖環嗎 看各位 看各位 那 這五隻啊 冰尼當然也是可以拉拉 但是我覺得 冰尼這個就 沒有 那麼那麼有特色出來 像 丹音的就很有特色 如果是我會先念丹音 古倫德 再來才是冰尼 我會是這樣子 丹音真的是太 太酷了吧 這個 召喚一個鬼魔失望的概念 真的很屌 真的很酷 太酷了吧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那喜歡我的頻道 按下訂閱按鈴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 今天有收看 拜拜